Hello,大家好,欢迎到RPEG Electronics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看怎么用我们的点个机 然后我们的专业卡罗K机工放 然后怎么连卡罗K喇叭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你跟我们买这个卡罗K机的时候 或者买工放的时候 我们都会送你二十几个feet的喇叭线的 然后那个线的插头都已经帮你做好了 线的插头有分很清楚 一个红色,一个黑色的 然后这个工放可以一共连四个喇叭的 OK,我们现在就要连两个的 那下面有写的left and right 好,这个是left 左手边的喇叭 其实这个不重要的 你插哪一个都可以的 好,left就在这里吧 我们就黑色的线插到黑色这里 OK,红色的线插到红色这里 那就搞定了 这边就搞定了 喇叭这边更简单的 好,红色黑色 喇叭后面有两个架子 有两个clip的 好 就这样轻轻的按一下 把喇叭线放进去 就完事了 就可以唱歌了 那现在我就打 哦,还有 我们要把点隔机的音乐线 audio out 就是左边这个写audio out 我就zoom in 一下 OK,这个audio out 把它连到工放的audio in 有两个input 一个是aux in 一个是aux to 然后就是audio out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这两个连在一起 我们当然会送你一个红白线的 从audio out 到这里audio out 那就完事了 现在就可以唱歌了 那现在我把它换过来 了 OK,现在可以看得清楚,点个机,供放,还有我们的日本的喇叭。 那现在如果我们把供放打开的话,应该马上可以唱歌了吧。 话筒,就是microphone,就接到前面这三个接口的。 mic one,mic two,mic three. 那开了之前,把音乐转到最低的,power。 有声音了。 OK,然后下面这三个dial,这三个tuner。 第一个,就是balance,就是把声音往左边或是右边平成,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中间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treble,treble就是高音,base,就是低音。 如果要低音高一点,平常人家就喜欢这样,把它调高一点的。 头三个,是控制单独一个microphone的声音的,声音大小。 中间是控制microphone的高音、中音跟低音的。 平时这些我们都不用碰它的,就把它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左手边这个大的,是控制microphone,话筒的三个声音的,就是master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转大的话,这三个会变成更大的。 OK,然后这个是最简单,这是音乐的声音的。 好,然后这是用来调音的。 如果要调那个原唱的音,可以减音。减一个key。 就变成非常低了,或者变成非常高也可以。 中间就恢复原 key。 那当然的话,你不连点个机也可以。 你连手机啊,就插到后面那个AUX2。 还记得吗?上次我们有看到两个插口,红线跟白线的插口嘛。 如果要用第二个插口,只要按一下这个AUX1跟AUX2 switcher,就可以了。 OK?就这么简单了,五分钟就可以唱歌了。谢谢。